在哪里 看一下 医院长 这边 来 这边 轻一点 轻一点 慢点 慢点 轻点 小心 慢点 看此夕了 好 还真的是啊 这可是西州时期的青铜重宝啊 是啊 在晚清 被称为四大国宝之一 是考古剑的珍贵文物啊 若四 丁啊 你们把他登记在侧 撞入乡中啊 千万小心 妥为保管 明白 你放心吧 妥为保管啊 来 干什么 来 慢点 小邦 医院里敌枪你最熟悉的 该这么做你知道吧 大哥 你放心 田辉的安全就交给我了 这小子要不来 算他走人 他要是敢来 我必须好好收拾他 你去吧 大哥 那你跟周小姐的事 就这么算了 我的事你不要操心 还不快去 是 罗斯 你这人怎么没脸没皮的呀 赶紧走 打也打了 骂也骂了 你别生气了 好吗 你走不走 你再不走我就要人了 不 我这次来 我不求你原谅 我就要让你听我忏悔 人面熟悉 你还要不要脸 我不要脸 你骂都对 我就是人面熟悉 我禽兽的我 我做了那么多卑鄙无耻的事 我 我自己都原谅不了我自己 我就是因为爱你爱得发疯了 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 这样的我是得不到你的爱的 我都明白 你打我也好 骂我也好 用马蜂遮我也好 我却都可以理解都不过分 戴士若思 莫子 有一件事情 你必须知道 即便我们是作为同学关系 我觉得 也有必要让你知道这件事 我不想知道任何事 你赶紧走 丁阳马上就要回来了 他还憋着一肚子火要欺负你呢 我才不怕丁阳 你看这个 我不看 罗斯 其实我也没有想到 任弘毅居然是这样的人 更不能容忍的是 你们俩刚一分开 他就把天花带回家了 赵光夕 你怎么那么无聊啊 我怎么无聊了 我是为你好啊 滚 真是好心当着驴肝肺 热脸贴了冷屁股 我走 我提啊 本月三十一号之前 第一批南迁的文物运往南京 我赞成 分批实施文物南迁 既可确保故宫文物之安全 又为北平抗战 扫清了后顾之忧啊 可是文物一旦迁出故宫 那一路的安全如何保证啊 易院长和张学良是旧交 是不是请少帅元首 选派精兵强将 为我们文物南迁 保驾护航啊 这是我计划之内的事情 好 易和秀 听说弘毅 就在张学良的部队里做教官呢 在东北军的特训营 弘毅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状元 深受少帅的青睐和器权 他又是咱们故宫的家属 如果请他来担负南迁文物的重任的话 那不是最佳人选吗 我正有此意啊 他这个教官是临时的 随时都得走 走 去哪里 国民政府军委会呢 要他在北平待命 说是命令一到 他就得立刻动身 前往广州 组建什么机械化的部队 说是要在正面战场上 和日本人决疑雌 弘毅啊 是栋梁之才 咱们恐怕指望不上了 少帅麾下 有的是精兵强将 所以为了文物的安全 院长 你得早做决定了 放心吧 易和兄 秉章兄啊 你在宫外 把抗议的声势搞得这么大 非但没能阻止他们 文物难迁的计划 反而坚定了他们 提前行动的决心哪 可恶 易裴吉马横 简直是疯了 生气没用 必须得 采取行之有效的办法 阻止他们 我袁炳章 事与故宫文物共存亡 绝不会让易裴吉马横他们 文物难迁的行动 得偿 威胁 恐吓 喊口号 没用 行了 你不用过来激将法 我自有霹雳手段来对付他们 好 我虽然被他们排除在私人领导小组之外 但我会在第一时间 把文物出宫的消息告诉你 马横 已裴吉 咱们走着瞧 我若是让你们故宫的文物 迁出故宫半步 是同死平 现在故宫正在突袭装箱 随时准备外迁 少佐有何对策 必应于对 一定要击女动魄军 掀起更大的反对浪潮 请少佐拭目以待 不过 故宫那些主签派该怎么办呢 只可一裴吉友还对付他的 他得的过处已得不可惜 少佐请看 为什么没有林弘义和周德斯在一起的照片 据我所知 他们好像分手了 为什么 不知道 不过这个田慧 最近一段时间住进了人家 是 姐 我帮你一块烧上吧 不用了 我还有点事 你把田慧带过去就行了 姐 下班之后我去买菜 好啊 那姐就吃现成的了 放心吧 你也跟着一起啊 好 那我们一起走了 姐再见 再见 这两天 气死好多了啊 气死好多了啊 这两天 有哥和姚刚护着我 还有几何伯父那么关心我 我觉得心里踏实多了 这两天也睡得很好 有什么事情呢 不要担心 有哥在呢 出了事情 哥给你做主 哥 我好久没见肉丝结了 什么时候请他到家里来 我给你们做点好吃的 好 好 你说 这田慧又没跟任弘毅结婚 怎么就直接住人家里去了 这也不合常理啊 我觉得田慧就是喜欢弘毅 趁我们俩分手 就想趁虚而入 虽然说赵光熙不安好心 但这照片假不了吧 你说这有些事吧 眼见也未必为是 这田慧住进人家 一定有原因 我觉得 弘毅也不像那么随便的人 就算他有这个心 那老是跟大姐也不可能 由着他的性子来啊 嗯 你看你这不挺明白的吗 但不管什么原因 那我看见了我心里 当然会不舒服啊 这完全就是无视我存在的 你不是跟人家分手了吗 是分手了 但我们俩刚分手他就这样 我说你啊 要是真的放不下任弘毅 你干脆就跟他问个清楚啊 凭什么呀 凭什么是我找他去问清楚 应该是他来找我 你呀 你就是主书的鸭子 嘴硬 是 电影啊 你可真不经念叨啊 没说我好话吧 那个 我找若 若瑟说几句话 耽误 耽误你们一下啊 若瑟 咱们去那边 不去啊 若瑟 若瑟 若瑟你看你都瘦了 我来是想跟你解释一下 我跟王李文打赌那是话赶话 我不是故意的 我来向你道歉 田花为什么住到你们家了 每天你们出生入肚 亲亲密密的 你 你误会了 他生病了 病了 什么病啊 非要到你们家调养啊 他现在被一个坏人纠缠 还不敢睡觉 只要一闭上眼就做噩梦 坏人 你见过吗 没有 但院长说他的精神状态特别不好 需要一个温暖的环境 让他挥复一段时间 所以我把他接过去 是让他跟我姐住在一起 任院长 任院长 早啊任院长 早 怎么就你一个人了 若瑟呢 弘毅来了 弘毅来了 这么一大早他来干什么 这俩人都别扭了 您不知道啊 我没听弘毅跟我说呀 有坏人那你跟王立文去抓呀 我已经让遥刚守在医院了 那坏人出现了吗 还没有 若瑟 你听我说 我把田会儿当妹妹一样看 你把他当妹妹 那他是怎么想的 你知道吗 你们这样每天在一起 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我是他唯一信任的人 我不管他谁管他 行 那我成全你们 他信任你 你就好好管他吧 我 田会儿遇见坏人这事 会不会是他自己变的 什么意思啊 我这意思是说 他喜欢你才变这么一出 你打住吧 他那天啊 确实在街上被坏人纠缠过 我碰上了 那坏人你看见了吗 我没看见 但他当时被吓得那个样子 肯定不是装的 这种事情啊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再说了 田会儿生病的时候的样子 咱们都看见了 他一个人啊 也怪可怜的 孤苦伶仃的 咱们不帮他 谁帮他呀 姐 你这话说得我眼泪都快下来了 我也差点没绷住 你们俩少来 我心里哭了 我跟你说啊 红衣 这若私生气也是应该的 哪有你这样的 拉人家瞎打赌 闹着玩的 你是闹着玩的 他是啊 我速战速决都没错吧 你别跟我来这套啊 我告诉你 你给我好好反省反省 我告诉你 换作是我 我也要跟你翻车 完了 若私那事还没过呢 又来田会儿这么一事 兴得乐祸是不是你 这话又说回来了 田会儿啊 在你和若私之间存在 这是客观的 若私既然吃你的醋 说明他在意你啊 你啊 赶紧把那个坏人抓住 跟人家说我私那儿证明 你和田会儿是清白的 这才是正事儿 拿 零花钱 省点花 来 老杨 瞄准的时候 枪 枪托 和肩膀 一定要紧密结合 这样的话 枪托和肩膀之间 才能相互助力 还能省劲知道吗 明白 来把枪给我一下 大家休息一下 我来做个示范 好 在瞄准时 呼吸要保持匀唱 进入任何紧急状态下 不能打乱呼吸节奏 明白吗 明白 好 好 好 行吗 好 行吗 教官 我能问你个事儿吗 你说 姚刚 他执行啥任务去了 大家继续训练 是 是 今天给你换个药 平时注意不要拉破伤口 平时注意多休息 平时注意多休息 姚刚 可以啊 每天来给田医生做护发施症 田会儿恢复得怎么样 差不多好了 好 再做一个外耳朵的检查 来 按照我说的 继续上药 然后 用最后再来复查 兄弟们 你们有没有发现教官最近 很少骂人哪 你别说 我还真有点不太习惯 来 就刚才 教官特别温柔地叫了我一声 鸡皮疙瘩 二阳 吓得我一身鸡皮疙瘩 枪差点没掉地上 我看啊 都是那个周若思给闹了 老款 那书里面讲没讲 男人和女人之间 怎么处理事情啊 你看 正好这一道啊 来 交给你看 人家诸葛亮呢 马上要行军了 黄月英呢 怀了孕了 人家黄月英主动说 真的不用担心我 你看这种女人 她就懂事了 我觉得吧 女的她 有的时候你就 不能惯着她 就是 对 不能惯着 对对对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这 当然这书里头 也不是全都对啊 这个事情啊 还得去聊一聊 对 主要得多沟 沟通 行行行 不说话你哪能行 对 天花 姐 有什么要帮忙的吗 不用了 姐 你去歇着吧 这几个菜一会儿就好了 夏天 你说你这么贤惠 有没有相中的男人 没有 真的没有啊 真的 姐 我听我弟说啊 摇缸不错 你考虑考虑 姐 您都不着急 怎么就轮到我了 嘿 你这丫头 话题转得还挺快 好 我把这端上去啊 好嘞 我一会儿就来 好的 爸 您怎么知道的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 那你就告诉我 那个坏人什么时候能抓住 是不是若思跟你告状了 若思没那么稀罕你 你回答我的问题 坏人 摇缸今天在医院 看到一个可疑的人 那既然可疑 为什么不把他抓住呢 他只是可疑 他什么都没干 我怎么抓他 爸 您肯定是想跟我说点别的吧 我就是想问问你啊 你想让小田 在咱们家住到什么时候 爸 小声点 你让人家田花听见多不好 不是 爸 您 您这么说可不行 咱不能嫌弃田花 你这不是混账话 我要是嫌弃他 当初我能同意你把他 领到家里来住 我这是就事论事 我问你 什么时候能把那个坏人抓住 我哪知道 那你打算让小田 就这么长期在咱们家住下去了 你明明知道 若思是因为你才不肯接受他的 你不要再让问题复杂下去 爸 爸 我弟啊 一直把小田当妹妹看 他是想帮他 但是呢 我弟喜欢的是若思 这才是情 他对小田那是意 这是两码事 若思呢 吃田花的醋 这个我能理解 但是 咱不能因为这个 就伤了人家小田啊 我得说得在理 爸 我俩的事 您就别管了 不行 若思是我徒弟 我不能让你给他委屈创 爸 爸 来来来 快坐快坐 来来来来 田花 来 快 快吃 来 小田 吃 吃吧 田花 伯父 姐 你们刚才说的话 我都听到了 天花 你可别多想啊 我爸 他没别的意思啊 姐 都是我不好 影响了我哥 和若思姐的关系 今天要不是听到伯父说 我真的不知道 哥 对不起 跟你没关系 你就在这儿踏踏实实 好好住了 知道吗 哥 都是我不懂事 才会让若思姐误会你 伯父 你 你别说我哥了 他挺为难的 这样 我走 不不不 小田 你坐 不行啊 哥 你 你听我说 谢谢你帮我接到家里来住 我在家里这段时间 你们都这么照顾我 我觉得特别开心 特别温暖 好像第一次真的有了家 现在我好得差不多了 我也该回宿舍了 不是 你回宿舍可以 坏人来了 怎么办 是啊 对啊 你一个人孤零零的 在那儿 我们怎么能放得下心啊 可能 我命令就是这样 我躲不过的 我走了 不不不不 小田 伯父的话 你别往心里去啊 我没有怪你的意思 我就是 想让弘毅把这个问题 早点解决了 你说 坏人到现在没有抓住 万一出点什么事 我们怎么对得起你 是啊 对啊 伯父 我不能再让我哥为难了 弘毅啊 赶快想办法 把这个坏人抓住 我知道 恨不得早就抓住他 我也想看他的真面目 小田 你别怪伯父啊 其实我没有怪你的意思 我 我 我怪弘毅 我是怪他 那个 说实话 我也不希望你走 爸 您是舍不得人家小田 做的菜和饭吧 来来来 吃饭吃饭 多想 对啊 来来来 先吃饭吧 先吃饭 小田 你也吃 来吧 好好好 我吃 真觉得他对你挺好的 是不是啊 好 肉丝姐 甜花 我听任伯父说 你们最近特别忙 所以我特意做了几个小菜 你尝尝 甜花 其实你不用这样做 喂 大哥 不好了 甜花不见了 什么 甜花不见了 我就上个厕所 他就没影了 听护士说 他是拎着两盒饭出去的 若四姐 我要不是因为遇见那个坏人 我一定不会住进人家的 我哥也是担心我出事 才会接送我上下班 都是我不好 是红衣让你来找我的吗 是我自己要来的 是我自己要来的 若四姐 我明天就搬出人家 这样的话 你原谅我哥好吗 我是真心盼着你能跟我哥好 甜花 若二 谢谢你的好意 我跟仁红衣之间 跟你没有关系 若四姐 自从你跟我哥分开 他就没有一天高兴过 你说吧 我到底要怎么做 你才愿意跟我哥和好 我知道你对红衣好 你为了他什么都愿意做 但我跟红衣之间的事情 让我们自己来解决好吗 你就不要再管了 我要上班去了 你早点回去吧 这些吃的 我吃过早饭了 你带回去吧 甜花啊 若四说得对 他跟仁红衣之间的事 就让他们自己解决吧 回去吧 来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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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囊 没劲 店啊 有劲的人来了 若四 那个甜花刚才是不是来找过你 是啊 我们刚才在门口聊了几句 那他现在人呢 我怎么知道啊 他刚会复就跑出来 我有点放心不下 那个你告诉我他在哪儿 我不负责帮你看着他 你怎么这样啊 那我应该怎么样 像甜花那样吗 我 好了 若四说的都是气话 他可没有为难甜花了 这会儿甜花应该是回去了 那我去找他 走了啊 哎 这人无影 就没见过这种人 见你一面真不容易 你究竟是谁 我是你的亲人 我想帮你恢复记忆啊 你不要再纠缠我了 不然你就杀了我 放开 杀你很简单 但是我留着你有用 明白吗 放开 放开 他 放开 去吧 放开 坐 坐 你们快zuk 坐 那 你快点 那 来 来 来 怎么回事啊 干什么呢 干什么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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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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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会认出你吧 他应该没有看到我的脸 但是 从我的背影 他有可能怀疑是我 我看了这个神功 你真的很得对付 你站这儿看一下 认不认识这个人 就是他 哥 他是谁啊 你为什么会和他一起照相 他是日本人 我看 胡子 明明啊 叔叔 这是铜圈吗 对啊 你看啊 我这个铜圈 和你手里铁圈比 哪个好啊 当然是铜的好了 铜的好吧 嗯 来 送你 我爸不让我拿别人东西 和爸爸说 这个铜圈呢 是叔叔送的 没事 来 拿着吧 明明啊 送你的 我不要 为什么啊 你一送我东西 就打听我爸爸的事 那行 那叔叔不问了 要不要 真的 真的 谢谢叔叔 明明快点儿 胡子等等我 我 来了 王林文 你想戴什么 你一直不接受我 就是因为这孩子 你是在调查我吗 明明啊 是你儿子吗 当然是 整齐我们 在调查了 陈秋回来了 丹姐 我们不用搬家了 没事了 明明说的那个人 是王立文 她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可能 我带明明上街的时候 被她看见了吧 那你都告诉她了 要说这些年啊 王立文对你呢 真是没得说 现在明明的事捅破了 你们俩还有希望吗 明明 是你儿子吗 当然是 我就是想问问你 你打算让小田在咱们家住到什么时候 你明明知道若思是因为你才不肯接手她 你不要再让问题复杂下去 我知道你对红毅好 你为了她什么都愿意做 但我跟红毅之间的事情 让我们自己来解决好吗 我是你的亲人 我想帮你恢复记忆 杀你很简单 但是我留着你有用 你明白吗 我到底是谁 你把这篇稿子再好好交对一下 好的 主编 小剑 梁主编 山海关刚刚沦陷 全国军民本应同仇敌忆 保卫国土 是与敌人血战到底 但是故宫 却对社会各界的反对之声 置若往温 有什么新情况吗 故宫正在加班家庭 突击状行 随时准备逃跑 面对这种瓦解群众抗战热情的懦弱行径 我们绝对不能视而不见啊 主编 你说得很对 在这种大是大非面前 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反对逃跑主义 你抓紧时间下去采访一下 反对南迁的一些专家学者 包括市民 要尽快地把我们报社的态度 公之于众 主编英明 去吧 若思啊 这一项项的内容都要记清楚啊 这是哪个朝代的 有多少啊 好 来 送带的 任老师 你好 来 怎么了 刚才我去办公室看见天会儿了 他怎么又来了 天会儿给你的 你帮我拿着眼圈红红的 肯定是刚哭过 而且还拿着行李 是要出点门罢了 你帮我给红衣打个电话 让他去火车站 就说天会儿要出走 什么 天会儿要出走 老师 我请个假 不赶紧 你快去啊 来 我去了啊 你们去吧没事儿 若思姐 因为我的存在 让你陷入了巨大的感情痛苦中 对不起 你受委屈了 我走了 我不会成为你和我哥的感情障碍 我的命是我哥救的 我不能让他因为我失去他心爱的人 我要走了 我不相信世界之大 我没有我的容身之所 不想从前 聆听 春相见一眼 喂 任户已在吗 我是丁颖 老狗 天会儿不见了 我已经知道了 让你看个人什么回事 我觉得到底水的功夫 我都说了 胡着站 我要到一个坏人找不到我的地方 到一个没有是非的地方 安静的生活 在那里 我会天天为你们祈祷 祝福你和我哥的爱情 永远幸福甜蜜 若思姐 自从你跟我哥分开 他就没有一天高兴过 你说吧 我到底要怎么做 你才愿意跟我哥和好 师父 师父麻烦快一点 来 来 来 你急什么急啊 帮我们排队去 哥姐 请出示您的车票 我没有车票 我进去找一下人马上出来 没有票您不能进站 您就通通通我真的有急事 我今天 请遵守秩序 我求求您我真的有急事 麻烦您遵守秩序 请您遵守秩序 我必须要进去 您不能进 不能通通吧 您真的不能进 这是我正经 这个 紧急公务 这是六号秩序 知道了 天会儿 天会儿 你干什么呀 你去哪儿啊 若思姐 是我觉得太累了 也太不安全了 所以我要走 在那儿 你傻呀 就算你走 我跟红毅之间的问题 还是存在的 而且你现在身体不好 坏人也没有抓住 你这样走了 我们谁能放心啊 姐 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也不好 我不应该来找我的 你一个人在外面举步无期 你不许走 天会儿 我想好了 你要真要走的话 我 我陪你一起走 你们都不要管我了 天会儿 你还认你这哥吗 你还认我这个哥哥的话 你就听我的 先跟姚刚回去 有什么话 咱们回去再说 回去吧 天会儿 快跟我回去吧 走 谢谢你 愿意把天会儿追回来 我没喜欢错人 咱们聊聊好不好 改天再聊吧 我要先回去工作 我要先回去工作 早要可恶 医院长 公安来了不少东北军 马上就要闯进来了 这东北军 东北军 麻烦你找一下任弘毅啊 我是他爸爸 我跟你说 这都是故梁报纸 造谣获重 快 我跟你们上帅是混交马 快快 甚至你们东北军 在长城沿县 律血不战哪 冷静 冷静 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冷静 大家要冷静 冷静 正是为了防疫所谋 落入日寇之手啊 是啊 听我说啊 兄弟们 你听见了吧 这些臭文人 居然怕我们守不住北平 要带着文物逃跑 这不是打我们脸吗 也是对我们东北军 极大的侮辱和蔑视啊 是 帝市长 你听我解释啊 跟那么臭文人 有什么好说的 你就赶快下命令吧 文物能当饭吃吗 能当衣服穿吗 能当枪使吗 眼下 正是抗战的解药关头 我要把那些文物给卖掉 走多反向 卖掉 飞机 大炮 军需物资 我们要跟日本人 军需死战 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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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让开